大老院来访中国巴西总统鲁拉 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盛情欢迎 但受访是金土这句话引发哗然 可以提到常看中国足球 连中国网友都笑了 有网友表示 一个足球大国总统 居然看足球小国的足球 为了从中国拿合同 也是拼了 网友调侃吐槽 哪壶不开提哪壶 拍马屁拍成这样也太夸张 甚至嘲讽莫非是当娱乐节目观赏 毕竟中国男足长期形象不佳 还深陷反腐风暴 再看看中巴这次签署 15项贸易协议就知道 涉及太空 商贸 科技 文化 农业等领域 金额高达102亿美元 相当于3100亿台币 难怪巴西吹捧中国无极限 努拉中英言论不值一桩 甚至高调呼吁金庄国家放弃美元 改用本国货币结算 同时强调 没人能阻止中国跟巴西 拉近关系 此外巴西总统也借机重申 奉行一中原则 为了贸易合作高调抱中国大腿 更矫情自封中国足球迷 无所不用其极 咱们新闻全部报道